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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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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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救命, 救命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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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警察 放开我 你给他拦着我 默默无名的无极选手 竟然在第二回合未结束前 将赛前最被看好的 宋小敏选手KO 当场击垮 快开我 小姐 你没事吧 学姐 我不甘心 我要跟他再打一打 怎么回事 快点 快点 喂 方董事长 你竟然照你的吩咐都办好了 嗯 小雨她信吗 信 看得出来她相信我说的话 啊 那个方董 那您答应给我的那三百万呢 好啦好啦你放心 我会叫人把钱打到你户头上 谢谢啊 谢谢您方董 快点 你不要跟他在哪里 快点 快点 Nak transportation Funny 我停 他在那边 不停 already 还是 ощ dla 方 好 坤使出了必杀绝技 漂亮回旋踢 在上车七秒钟的时候 把李佟选手打倒在地 太好了 停了 停住了 平平 叶叶叶 坤使我们的配 格斗女王不亏是格斗女王 毫无悬念地进入这场比赛 现在宣布 方雨选手 程雅兰选手 无极选手 三位进入 三强决赛 感觉方雨选手 有点奇怪 有吗 可能是她替小米学者的伤势 担心了吧 究竟谁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是坤的漂亮回旋踢 程雅兰的重磅拳击 还是无极选手令人琢磨不透的攻势 敬请期待明天的总决赛 如果你是坤士兵才能取得美 重磅的重磅 但是我就是坤士兵 平坤的重磅 平坤是一种 不除了 要参加比赛的某个晚上 有人跑来威胁他 让他输了那场比赛 你也了解你继书的脾气 他怎么可能答应打假拳 当时就把对方轰了出去 没想到在比赛的前一天晚上 你继书中计 招人群殴 那些人显然是有备而来 这也就是为什么那天比赛上 你继书会输得连命都赔上 那这些事 为什么现在才说 当时怎么不报警呢 一旦报了警 留下我们孤儿寡母的要怎么活 而且当时我也没有证据证明 这两件事情是联系在一起的 那些人也真够可恶的 特别是和你继书对打的那个人 明明知道他身上有伤 还往死里打 您的意思是 那人也是帮凶 当然是 不然他怎么会下手那么狠 方云 你怎么啦 你怎么了 我想 我们就到这儿吧 你不能轻提啊 那无极确实是难成的 我不是说比赛 我是说我们之间 不要再继续了 不要再继续了 为什么会突然这么说 我们不是之前说好的吗 有什么困难 都一起面对 绝不放弃啊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在遇见你那一天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是我不想再勉强我自己了 我发现 我没有想想中那么坚强 我放不下计数的事 别想乱动 明天 我们分手吧 方云 你别再说了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原谅你的父亲 更无法接受你是他儿子这个事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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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书 雅达明天就得登台 难道你希望看见她被无几所伤 现在只有死亡之妻帮得了她 好 别再说了 要能教的话我早教了 怎么会拖到现在让你来求我呢 爸 明天观眼你都能教 为什么不能教我 我早跟你说过了 你的个性这么冲动 要是力道没有使好的话 会不小心打死人的 妈个性也冲动 那你为什么教她呀 就是因为你妈 所以我才发誓不让你学的 那你总得告诉我为什么吧 爸 爸你到底告诉我为什么呀 当年我的师父曾经告诉我们 这套拳不适合女孩子学 但是我没有听进去 擅自教了你妈 原本你妈的身子比我还好 但是在学了死亡之妻之后 慢慢就变差了 甚至到后来 年纪轻轻 你妈 人就走了 程叔 你这是心病 没有任何科学根据 再退一步说 雅娜就明天用它一次 以后不再用就是了 骆管眼 你这么说就是不了解人心 你想想 人在格斗场上陷入绝境的时候 你真能够克制住 不使用它 所以你们别再劝了 我是不会教雅南的 爸 您好 请问一下 她这个东西一共要绑多久啊 小说一个月吧 一个月 那我就要趟木南一趟一个月啊 这个月先把这动作小一点 别碰伤了 要待一个月怎么办呢 这样子我怎么上厕所刷牙 洗澡 该怎么办呢这个 学姐 其实也没有那么惨了 就是一个月而已嘛 这个月就由我来服务您吧 毕竟也是因工殉职嘛 你才为国选去了 因工殉职 我给你倒点果汁 学姐 我说到做到 你啊 就趁这段时间 好好地奴役我 使唤我 想喝果汁了呢 你就告诉我 想吃东西呢 我下楼去给你买 我孙皓要是敢有半点怨言的话 你就别认我这个学弟了 学姐 喝果汁 我 我自己先手 学姐 你脑不舒服吗 这医院有没有卖眼镜灯啊 痒啊 我给你倒 这里吗 左 左边一点 左边一点 好 上面一点 好 学姐 救命 学姐 救命 她挺不清楚的 放开我 放开我 学姐 你没事吧 学姐 我不客气 我要跟她再打一下 学姐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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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该不会对我 可以了 可以了 好 谢谢 宋小敏 我们来看你了 你们 你们怎么会一起过来啊 刚好碰上 对 刚好碰见了 对了 明天你跟那个无极打架的时候 你小心一点 我告诉你 它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 看出来了 宋小敏 你这也太惨了被打的 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了 医生说 等这个拆掉以后 就会恢复原样了 我是说 你在内台上 被无极打得太惨了 其实就是口吃屎 我相信啊 你未来的那些男粉丝 会要跑掉一大半了 你说谈不想做 错的 我告诉你 我只是手段 我脚什么要断啊 姚总 我们这来比一场 我现在双手让你 造势病房 不要赞场 我们都安静 闺蜜 谢谢你 你来看我 护士小姐 麻烦你也小点声好吗 这里是医院 吓死人了呀 怕怕 你笑什么 你跟宋小敏的相处方式 怎么 你觉得我对她的态度 是落井下石 还现在乐祸呀 不 你是故意这么做 想激励她 替她打气 没错 我认识宋小敏到现在 她就没输过这么惨 她现在心里啊 肯定特别难受 格斗的规则限制越自由 越能体现出 一个选手的个人风格和品行 参赛选手这么多 难免会遇上像无极这样的 不必为一次失败沮丧太久 这个我当然知道 可是我就看不惯这种 不光明磊陋的人 等我明天碰到无极 我一定替宋小敏报仇 我倒希望 不是你碰上 怎么 你怕我打不过她 不 又饿了 来 来 受你的影响 现在背包里 常放着一颗苹果 饿了就不吃 骆光颜 你眼中的苹果 一直都在 一直都在 那 那这颗苹果 还暂时不能跟你分享 不过 我可以请你喝咖啡 去哪家 我不告诉你 你头发剪这么短 怎么样 特别好看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 你的审美观很奇怪 幸亏是这样 不然你这么难追 要是还有一大票追求者跟我抢 我岂不是更为希望 一千万口 都是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事情 你这里面是很可爱 现在 Register 我去得跟你得开 我去得开 我去得开 你得开 我问过明天了 她不在明天那儿 晏蓝姐 你知道我姐会去其他地方吗 人不见了 你等等啊 我想想 你别着急别着急 我帮你找找啊 姐到了会去哪儿啊 别怪爷爷心狠 也只有如此 你才会彻底对那小子死了心 甚至连格斗都彻底放弃 什么 枫月跟提分手了 学姐 小点手 为什么呀 她告诉我 她还是去不了心里那个疙瘩 她无法原谅我父亲 她无法原谅我父亲 更无法面对 我是她儿子的事实 这绝对不可能 如果芳于这么想的话 我肯定会知道 她一定出了什么事 我也是这么想的 比赛前还好好的 怎么比赛后 突然有这么大的转变 明天 你也别太难过了 我找到她一定问清楚 谢谢 欢迎各位光临 郑泽联赛的决赛 大家一定非常期待 今天参赛的选手 分别是昨天击败对手的 程雅男选手 五级选手 以及上届的冠军方雨 明天 明天 怎么样 方舅来了吗 手机没开机 根本找不到人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昨天QD说她一晚上都没回家 这超压的到底去哪儿了 那怎么办 比赛马上开始了 我再给方舅打个电话吧 你已经找到了吗 你已经找到了吗 什么 没 你手机定位呀 手机定位不是能找到人吗 不然你今天就找不到了 你问我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啊 你 怎么办呀 那方雨能去哪儿啊 她都一宿没回家了 小楠 别着急 会有办法的 是啊 修姐 别着急 咱们再等我 比赛马上就开始了 吃火难 紧张没有用的 放冷静一点 姐到底会去哪儿 难道 赵叔 咱们先去下一个地方 好嘞 好嘞 比赛即将开始 现在我们由计算机抽签 决定本次的赛程 第一场比赛 出场的选手 程亚男和无极选手 好嘞 吃火难 你有小事啊 学姐 别担心 你能做到的 好嘞 好嘞 丫头 加油 宋姜蜜 我要帮你报床了 怎么办 一话 不能做得不好 行 你不需要 好嘞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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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丫头 丫头 没事吧 丫头 又来 无极选手胜出 没事吧 她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谢谢她 我没事 方雨找到了吗 我们先走吧 去年的郑泽联赛的亚军 程亚南选手 如今也败给了无极选手 你说这确定了 姜游方雨选手与无极选手 争夺本次的冠亚军 格斗界女王昆 能不能继续蝉联冠军宝座呢 还是姜游 这方雨到底去哪儿了呀 你们 你们能弄他吗 对啊 学姐怎么还不来啊 电话给我 电话给我 十分钟后 即将展开 没想到在比赛的前一天晚上 你记书重计 招人群殴 那些人显然是有备而来 那些人也真够可恶的 特别是和你记书对打的那个人 明明知道他身上有伤 还往死里打 已经超过比赛时间了 方雨选手到目前为止仍未出现 称霸格斗界的坤竟然消失了 难道他是聚战弃权 这种变化未免也太令人意外了 现在宣布 方雨丧失比赛资格 无极选手获胜 没跟坤交手 拿这个奖也没什么意思 谁要要谁要 打资格尔 打资格尔 苏 拿大 才能辞 哥哥是不又想到 可以姐姐了 哥哥好可怜哦 要怎么样才能让哥哥 不那么难过呢 我有个法子 什么法子 明朗你把上次考普及哥的 那张考卷拿出来 给哥哥看 为什么 你想想 哥哥看到那张考卷 一定会生气 是不是 嗯 那他就不会因为 想念困硬姐姐 心里难过了 是不是 可是我好不容易 才把考卷藏起来 没被哥哥发现的 去呀 好 为了哥哥 我愿意 明珠 明朗 你们过来一下 对不起啊 是哥哥不好 让你们担心了 你们放心 哥哥一定会重新振作起来的 真的 真的 拉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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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钓一百年不许便 改张 改张 明朗 你去把那张 不及格的考卷拿出来 去呀 我们说好让哥哥生气 不让他难过的 我要喝酒吧 疼死我了 你轻轻点吧 好了 你也真是的 明知道对手扼马加速 你还这么造劲啊 弱点全被看出来了 那拍都怨你 你要可见我死亡之间 我这书这么惨吗 你看他把我打的 车叔好 你来了 你来啦 怎么样 洛冠言啊 看起来 你比这罐药酒还好用啊 你一出现 我们家闺女就不喊疼啊 怎么样 还疼不疼 放心 他的皮啊 跟犀牛一样厚呢 不害臭的 你们好好聊一聊 爸 好好聊一聊 好好聊啊 怎么样 伤口都包糟好了吗 还疼不疼 有我爸在 你担心什么 没有亲眼看见 总归是要担心的 我才不信呢 你就是来看我笑话的 我昨天还跟你说 要替宋小敏报仇了 你看结果今天就被打成 别说话了 还疼不疼 其实还挺疼的 不用担心 过两天应该就会好了 我会照顾你的 我自己可以照顾自己的 谁让你照顾 对了 你在干吗 我看无极就是冲着方雨过来的 你如果见到方雨 一定要提醒她多加小心 知道了 好了 看见你没事我就放心了 我先走了 陆过言 我看外面在下雨 要不然你带把伞走吧 不用了 我打车 你受伤了 好好休息 走了 这雨越下越大了 也不知道她打没打到车 耍什么酷啊 就爱耍帅 万一 万一感冒了怎么办呀 不行 我还是给她送把伞吧 方雨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能收给我一下 我没地儿可以 现在再出来 走走走走 别以为你这副可怜像 我就会同情你 我告诉你 方雨 你今天如果不给我一个像样 并且我能接受的理由 咋就绝交 连朋友都别做了 我真心搞不懂你啊 什么事你说出来大家一起商量 为什么要用这种别人都不法接受的方式呢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连比赛都放弃了 甚至跟明天提分手 你别把什么事情都往心里穿 你别把什么事情都往心里穿 再厉害的人 也承受不了这么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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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怜 你姐在我这儿 你放心吧 她今天会在我家住一晚 明天再回去 她有告诉你原因吗 她有告诉你原因吗 这事你先别问了 你姐想说的时候她自然会说的 好吧 那就麻烦亚兰姐了 谢谢 不要理 不要理 好了 打了这 我哪里不认识 太空 太空了 真了 到底是我手段还是你手段 动作怎么慢 快点 开死了又 快点 快点 我已经够快了 这本来就不是两个人玩的游戏 我说我自己玩你又不让 什么你自己玩啊 到底是我要护头还是你护头 那你硬着好了 好 那你玩 我看你玩 你就不要输告诉你 快点打 你打 他透析你了你 对对对 打 打 打 我迟到了 我迟到了 哎呀 算了 你是 你是终于突然不见是不是啊 女人啊 真是不可理喻 你看哪里 赶快 赶快 他踢你了 我看到你 爷爷 我想姐真的遇到大麻烦了 才会失踪爷爷没回来 昨天我到处找他的时候 发现他去过技术的分钱 有这种事 那你知道他为什么不高兴吗 我不知道 爷爷 你知道吗 抱歉 我没别的意思 只是随口问问 爷爷 等姐姐回来 您就别责怪他了 这时候 我们最好不要再刺激他的情绪 爷爷 你回来了 陈嫂 姐 你回来了 爷爷 陈嫂 给小语打杯果汁 好的 知道了 谢谢爷爷 有件事 我想跟您商量一下 什么事 说吧 我想出国读书 学习企业管理相关的课程 为什么 反正早晚都会去 只不过现在提前罢了 那格斗怎么办 难道你就打算就此放弃 你当初坚持的决心去哪儿了 还有明天 你们的感谢是你好不容易争取来的 你说不要就不要 到底什么事让你变得这么任性 帮周 不要刺激你姐姐的情绪 对了 你不是说过吗 要尊重她的选择 我 姐 要真想这么做 随你 以后你的事 我不会再过完 你的事 我 学姐 今天还要训练啊 我手都残了 跆拳道靠的是腿 我手都断了你都没讲话 破点皮大呼小叫 拿着 我以为昨天打成那样 你应该解气了 解是解了 但是真的靠你那两只大拇指 就能复仇吗 我告诉你 要落实成真正的本领 才可以打败无极那个大魔 小姐 小姐 你干吗抱我 我怕你摔伤啊 你干吗抱我放下啊 放你学姐回学校来 回学校啊 小姐 好 是 如果她的世界 我们这俩都不在里面 我相信你 我还是不信 我才能语练 怪我 有点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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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消失不见 越牵起她的手 承诺会陪在身边 心越伤越永远相随 一起照亮世界 直到那天 日突然间 背弃她的诺言 星星挂在前边 再也没有恩怨 她不愿流泪 也不会选择往下追 星星不太想念 确定自己照亮了整个世界 闪耀在没有月的夜 没有你的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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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星陪着眼 月就会消失不见 毕竟